全台疫情看似有趋緩 但沒想到夢魘再席 今晚27號新增本土88例 死亡9例確診數降到百位數以下 但屏東12人確診 由8人基因定序為傳染力最強的Delta病毒 研判12人都染上同一病毒株 追溯源頭追溪病毒回來的祖孫兩人 回國為何沒先篩檢 還快速進入社區 指揮中心日前吉普邊境破口 旅客從重點高風險7個國家入境 就必須先做PCR採檢 入入集中檢疫所期滿前再次PCR 但其他國家入境不必先做採檢 直接自費入入防疫旅館 或集中檢疫所期滿前再做一次PCR即可 但這樣的規定仍有許多漏洞 就有12名旅客入境後 勾選其他防疫旅館之後竟然直接回家 指揮中心趕緊進出新的禁令 27號開始入台旅客全都要搭乘防疫專車 禁止所有入境旅客親友接機 但最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Delta已經在全國92個國家出現 只有高風險7個國家入境篩檢兩次 讓民眾擔心 專家點出不管哪個國家入境旅客 都該檢疫再加研 高風險國家檢疫期第三七十一天 還要再加快篩 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一律集中檢疫 而且落地普篩 加上解隔離普篩 來自高風險國家 中間要再加三次快篩 專家批台灣防疫相當脆弱 經不起再一次的諾富特3加11事件 此時邊境檢驗只能更緊縮 不能再鬆懈 記者楊世紀曹家人台北報導 封滿 城堡 之旅 的是 感谢观看